欢迎继续回到Irene幸福相谈所事代办主持人吴若全 今天再度请到每个月我们非常重视的专家沟通 专家赵小丽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老师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的是心安在不穷忙 那么老师刚刚已经为大家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的目标 那个目标很清楚 可是这个目标不见得要像传统 大家对于生涯规划的另一派见解一样 就是一定要从20岁去定60岁70岁这么长远的目标 也许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它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成果 那不要质疑这个理论对不对 从赵小丽老师身上就知道他是会成功的 好那么老师你真的20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会变这么厉害的专家 走一步就是一步 那个时候一点都没有那个 那你几岁结婚了 我30岁整 30岁整结婚了 然后40岁生小 第一个小朋友 我的人生都非常delay 所以我就说我都是走着走着慢慢的想 然后想了觉得说 觉得什么事情可以再去做 然后就去做了 我好像很难去一次想很多事情 一次想得很远 或者是什么 我通常都是觉得人生有很多的有很多实际的环境 比去幻想一个就是说看不见的未来 我觉得未来是拿来做梦的 那但是当下是拿来好好的过生活的 对吧 当下活好了 其实那个梦可能就离得不远了 我觉得老师难怪会深受新世代的这个大专院校同学们深深的喜欢 你的人生哲学很符合他们现在面对的环境的这种彷徨的感觉 那老师在这么多年来 其实您比较倾向 比如在学校教学 他有一点点像是个人工作者 可是在学校有很多校务的会议 或您参与很多大型的媒体的机构 甚至担任很重要的决策者 这又要一个团队的合作 那么碰到雨洋这样新世代的上班族的困扰 就是在工作的环境当中 我的意见到底该不该直演 或者是我应该要表示一些比较谦逊的态度 去附和这些主管或同事的意见 您的建议是 我觉得其实我们学沟通的 大家就讲说沟通其实是一件很复杂的过程 其实要看的就是说 不是说直言不直言 而是说你在什么场合 对什么人说话 站在什么样的位置跟角度 那然后说话 你想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那如果说这里面缺了一个条件 很可能就是说 比如你在不适当的位置上去说了一些话 或者是你说话的对象 不是你该去就是说直言的对象 那甚至于就是说 你没有那个位置去说这样子的话 可能都会造成一些些沟通的一些困扰 其实年轻时代都只考虑到这句话的内容 就是说这是我想讲的 而且我认为这句话是有用的 于是你就讲出来 但是当你没有考虑到对象是谁 什么场合 什么情境 你在那什么位置 对谁发言 甚至于你没有想过后果 就是说或者是目标要达成什么效果 结果话说出来了 结果你也被 你可能也被 被惩罚了 或者是什么 对或被贴上表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我们常常在沟通上 最难的判断 其实就是说 你该直言 直言到什么程度 然后依照你是什么样的位置 在什么角度 跟谁说 然后最重要你还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那如果你有一个没有考量到 其实都会产生一些 不可预期 或者是自己没有想过的一些 所以我觉得 错不在于我们直不直言 错在于说 我们从小到大 其实在我们的教育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对沟通并不是完全的掌握得很清楚 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场合判断错了 只是场合对了 但我们说错的话 或者是我们对不对的人讲了 就是说不对的事 然后这可能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而且有时候明明是同样的一句话 你讲的时机不同 或 时机口气跟里面的字眼 换了一下同样的意思 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对 那如果没有赵老师这样的思维 很可能你只专注在讲这句话的本身 那就会让你可能造成很多 后来对自己的困扰 然后也会让别人对你的误解 这真的是非常可惜 怎么说这句话 有的时候比说什么还更重要 是 你如何说比说什么 我们在沟通学里面讲 如何说剩余说什么 尤其这种沟通表达的这种 我们讲是技术也好 或是艺术也好 其实它也跟你的工作效率 有非常强力的关联 所以语阳老师这样的回答 有一点收获吗 非常有收获 其实赵老师对于很多的沟通 这种技巧跟技能 给很多人非常深刻的帮助 那么刚才讲到 其实除了这个表达意见之外 那么我们刚才您 在进到我们播音间之前 有提到一个就是 其实就是事实的 这个会懂得就是表现自己 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有表现的人 以及比如说在做简报的时候 善用一些媒体的工具 让你的简报变得更精彩 这都可以归类于一件技巧 就是秀出自己 对表达的方式 这我想跟语阳刚才的问题 其实也有关联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而且我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不要那么show off 不要那么表演 对 可是有些同事就非常会表演 非常会表演 他把八分的功夫都用在表演上 他只有两分的功夫在 认真做事情上面 可是有些 上面就会觉得很不平 不公平 他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么认真 可是那个人把风采都抢走了 老师对于这种就是show 就是在职场当中 show自己这一点您的看法 我觉得适当的表现自己 在这个现代社会是重要的 但是表现并不是一种夸耀 或者是一种夸张的一种作为 就是说 而且其实作为一个主管 其实我们在当主 自己当主管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你会看到 就是说不是说不说话的孩子 学生里面不说话的孩子 或者是沉默的员工 你就会喜欢 就会忽略他 好 那就是说 那相对的也不是说 一个常常讲话 或者是非常喜欢show off的人 你就会觉得对他注目 那是因为你是好主管 外面很多猪头 主管就看不出来 这个员工之间的差别 不过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 就是好主管 还是占程度比较多一点的 我觉得最重要 好主管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 你要喜欢自己的风格 这个很重要 你如果对于自己 要勉强自己 就是说你不是一个 喜欢说话或表现的人 但是你常常强迫自己说 我一定要求表现 因为主管都没看见我 于是你就会把事情弄拎了 反而做出更不好的表现 好所以就是说 表不表现 其实是一个人的风格 也是一个人真实的自己 你必须要先接受自己 才能够做一点小改变 好比如说你有点沉默 但你其实有想法 那why not 你有时候尝试 能够先把真实的想法 多说出一点点 那是一种尝试 也是一种鼓励 但是你一定要先喜欢自己 如果你不是一个幽默的人 但你想一想 在场合里面吸引别人注意力 要来幽默一下 别人都笑不出来 你反而很受打击 弄巧成所 你反而没有表现出 真实的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 作为一个什么样的沟通者 不管你是正直的 你是直言的 还是你是隐晦的 或者是你是含蓄的 你就是要喜欢自己 喜欢自己 你要喜欢自己 然后从喜欢自己中 看见自己 还有一些什么 可以改进的地方 那我们再努力一点点 就是说去做一点突破 赵老师刚才讲的 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自信 而且如果能够 追溯到更源头的话 就了解自己的风格 喜欢自己的风格 那跟你选择办公的环境 也有关系 因为你可能如果选择一些 跟你的个性 比较能够投合的企业文化 这样的环境来工作 你可能就会 会开心很多 对对 因为你如果本身认为 你是一个比较木讷寡言的人 你比较靠一些书面的资料 或报告来展现自己的工作成果的人 那你恰巧你的组织文化 你的主管也是欣赏这一类型的人 那你们就如鱼得水 对不对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木讷人 就你到了一个办公环境 他们是非常强调这种 展现自己show off 甚至要用非常夸张的语言 才能够看到绩效的话 你相对就会吃力很多 格格不入 我觉得很难受 对 会 不过我觉得赵老师 刚才真的让很多上半族 都觉得很安慰 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就是日久见人心 路遥知马力 就是你的主管 他应该有这种能力 或用氧量去 认识真实的员工的能力跟面貌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靠比较说话 然后去show off的话 那我们很难去拔取真正的人才了 是好 那么残酷大考验的时间来了 我们现场有工作人员 他们有其中两位是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上班的 我们要请他们互相举证一下 雨洋你认为在你的眼中跟观察里面 James是属于比较会show的员工 还是沉默寡言 在认真做事的 A或B A比较会就是展现自己 B就是非常木讷 只会认真工作的 请问在雨洋的心目当中 James是什么样的人情举牌 A或B 我刚才说表演好像有点 好我知道 他要说A 他要说A 好好好 James你就是A了 他没有别意你哦 他觉得你其实 他应该是肯定你就是 展现自我的能力是非常不错的 好 我们给James公平的机会 在你的眼中 那雨洋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 A或B A是非常会展现自己 B是沉默木讷寡言 你可以报复他 A跟B中间 他A跟B中间 难怪 难怪他可能对未来的工作 有另有所选 其实这雨洋还蛮可爱的 因为他做的是 企划跟编导的工作 照理说 应该在表现自己上面 会特别的有他独到的一面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请赵老师来 帮我们观察 同时也来分析一下 这两个工作特质 如何能够符合我们 今天心安在不穷忙的主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